含藏在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里面 所以大家读谱门评 为什么说十年观音菩萨的名号 跟这个供养什么六十二亿恒河萨菩萨的功德正等无益呢 读到这一句了吗 那么好 这就给大家讲这个原理 就是我们呀 正在要受这个果报危难之际的时候 突然间你正年一体 全身心地仰靠观音菩萨 这个力量非常大 再用自己的意识心 其实还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体了 在持顺观音菩萨的清净功德 这是他修行的功德 全部一股脑就给了你了 念念这样的去干扰 投入观音菩萨的功德力量 念念的去干扰 念念的去改变这个轨道 所以马上就是前进什么呀 来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与佛合 心与道合 心就能够什么 转业 这个业里一转 你的命用轨道 马上改变方向 体现在我们人的视野中 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场景里面 就是转危为安 化险为矣 就这么简单的原理 就叫做寻生救苦 这个能听明白吧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的道理 就在此处 跟早上大家共修的一模一样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形 还要顾及到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来看 然 就是无可奈何了 没办法了 什么呢 业乃造于以往 对不对 过去是已经把业造在那了 对吧 此则 无可奈何 就随缘 消旧业 就可以了 不管这个来了好的事 坏的事 你不要太在乎 不要太上当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们过去造的因 现在赶得过 所幸的是什么呢 机会来了 发心与否 奇迹在我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法的 功德就在此处 你能不能听进去 这个道理你受不受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把这个心发起来 这属于你的主动权 所以你看 其实造业转业 就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上 什么的 不由别人 因虽然在那里了 我们现在改这个圆就可以了 我发心 本来在轮回的中 现在我发心 要解脱 要念阿弥阿弥陀佛 要往生西方 这就是什么呢 奇迹在我 不由别人 告诉大家 修行之法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这一段 如五人 积经 发心念佛 求生极乐 或观一正 或持名号 或观一正就是你心里 想念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想念西方极乐 似的 像经典里面讲到的 七宝池呀 八功德水呀 这个七重蓝绳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等等 这些 包括这个经典里面描绘的 这个 这个 到八功德 水里面 洗一个澡 会怎样怎样的 全部的殊胜功德 你尽情地去观想 或者一心一意地 直持名号 这两个方法 念念相续 观念之极 就是完全忘我的 就以这个事为根本 大家发现了没有 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 心就没有杂染 不会造业了 只是一味的 还是一直 现前一念星体 全部投向什么呢 西方 全部投向西方 所有的内容 都被西方极乐世界 给占据撑满了 那大家想想 一旦果报成熟的时候 你往哪里伸呢 你想轮回都没门了 来不了了 为什么 跟梭博世界没缘了呀 因为 跟梭博世界 离开又离开 离之又离 出离形现前了 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呢 则星与佛合 何之又何 何之其极 则星能转业 前进之梭博 转为极乐 本来在梭博世界 是一个苦海迷路人 突然间一念 被阿弥陀佛接引 往上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了什么呢 极乐自在者 胎育之来报 本来要投胎转世 又不知道到哪 这偷到人胎里面 还算好的了 知道吧 有可能到鱼肚子里面 马肚子里面 这个狗肚子里面 猫肚子里面 都有可能 那怎么办呢 转为什么呢 连抛 莲花化生 还是利用这一念心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是在因缘汇聚 因缘汇聚的 这个原理上面 那我们造了那么多的业 善也也罢 恶也也罢 现在我们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 殊胜的因在那 这个因是最根本的 每个人都有这个因 就是天然之因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过去我们造了那么多的因 都在那 但是这个是根本因 如果你能让这个佛性 开始显现 那么你就不断地 给它制造佛缘 听法 闻听经文法 学佛修行 金净不谢 全是佛缘 带着我们朋友的这个佛音 佛性之音 不断地修行佛法 你说将来不成佛 干什么呢 这就叫佛法 就叫成佛之道 所以第三个 就是转给大家 什么呀 一直现前一念新兴 我们要学会 随业转业 听累了吧 好了 给大家稍微放松一下 开始讲故事了 讲了这么严谨的道理 你不要忘了 我们要把这些道理融化在 自己的生青世界上 我讲经也算十多年了 最大的经验 就是说时似物 对境又迷 头头是道 怎么也用不到 自己活灵活现的 这个现前 生青世界上 所以真正能够 用在此处的 你是真的听进去 所以我现在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做 被业给转了 什么叫做 心被转业 我告诉诸位 在这个 就近来讲 普陀山原来 我们的老方丈 和尚叫做妙善长老 大家知道 在他之前 还有一位老和尚 叫做悟道老法师 听过吧 后来是 先唱大佛寺的 这个老方丈 特别庄严 两个耳朵就这么大 就跟阿弥陀佛似的 我拜见过一次 他在这个 戴山的极乐寺 那块 那个也是他寺院的下院 老和尚在那 每天人去拜见的时候 他就这么窄 这么长的一个条 什么也不写 就写 南无阿弥陀佛 还给过我一个条 但是说起来惭愧 我那个时候呢 还净土还没太入兴呢 说老和尚 这是他这么吝啬 给这么窄一个条 也不给写一幅字 后来呢 因为我跟他的一个 小徒弟呢 是同学 听到他种种的殊胜功德 这个神通显现 包括往生以后的 这个种种瑞相呀 舍利呀 才知道说这是一位大德 那么最近呢 我还听过这位大德 他当时修行过程中的 一则公案 是我师父讲给我的 我今天也讲给大家听 因为老和尚嘛 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时代 对不对 大家知道特殊的时代的时候 老和尚们受了很多苦呀 什么苦呢 被骂作牛鬼蛇神 那会儿都看不起和尚的 躲得远远的 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 有一次老和尚 不知道是办一个什么 这儿也 类似于我们现在办这儿呢 还是做什么事情 反正到一个公共场合 到一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呢 他坐着一个凳子上等着 另外也来了几个当地的这个妇女 中年妇女 也要做这个事情 也在这儿等着 结果呢 这几个女的往这个 长的这个凳子上 这边一坐 老和尚就站起来 知道吧 站起来以后呢 把这几个女的就惹恼了 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都不知道僧宝是个宝 都以为是寄生丛 知道吧 说你是个臭和尚 你看看这臭和尚 这个成就的思想 封建思想 他看不起我们女的 还不跟我们一个凳子上坐 你看我刚刚坐下去 他就站起来了 就把他骂了一通 知道吧 骂了一通呢 老和尚的徒弟就受不了 就觉得说 你竟然啊 这样子 来来来这个 呵斥我师父 出家人 你不恭敬 你还这么去用这个恶言相向 就准备给他 理论两句 结果大家知道 当时老和尚怎么说吗 老和尚说 你们愚痴呀 你们没听出来吗 他在赞叹我呀 说赞叹什么呢 他在赞叹我修行好呀 赞叹我持切持的严谨呀 你看女众往这一坐 我觉得这个 我是个出家人 不合规矩 那我就让座就起来了 所以你看一样的事情 徒弟听起来 好像什么呢 不抬举他师父 是不是 骂你这个臭和尚 看不起我女的 可是人家老和尚呢 他马上就转为伐喜 转为什么呢 盗用了 他说这是赞叹 我持戒严谨 没有过时 因为男众女众 男女有别嘛 何况他还是出家人 这个念头 这就叫做什么呀 转念 转心 诸位我们也要学会 这个转念转心 我前段时间 跟着师父去 澳大利亚去红法 一路要坐十几个小时 把我的腰又给做坏了 这个腰病又给做饭了 我这个性子也比较急 说这还要红法 这个我连个适者都当不了了 这个旅行箱都给提不动 废了 就很懊恼 后来最后想想 我这是带着红法心出来 遭了这么个遭遇 由于我讲法的功德 提前给我招感出来了 赶紧受完了就了 马上这个心就什么呢 就舒服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说安慰自己 只要你的正念 佛法的正念在 即刻心就能转 也就能转 心一转 业一转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业障还消得快 还犯得轻 然后就这么过了 过着就还了 债的就了了嘛 了缘了缘嘛 吃苦了苦 这就叫转 所以你看 修行就是要点点击 这就叫 一线钱一念星性 随业转业 看你是随着他 那么就怨天忧人 还是主动去转 当然像我们讲的老和尚呀 或者什么 这都属于什么 积功累德的转 真正等我们 完全撤见 这一念星性的 无边功德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是可以立杆见影的转 在经典里面讲到什么 就是登地的菩萨 可以有什么功德 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可以直接扔到 十万亿佛土之外 知道吧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看起来他就跟 手掌里面放一个芒果一样 随便就扔到 十万亿国土之外 这就叫心能转静 知道吧 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 他的听法弟子说 说你天天跟我们说净土 为什么我们跟佛在一起 我们看见的还是染土呢 还是娑婆世界 还是这么漏裂的 哪里有七宝呀 都是砖呀瓦呀木头 结果当时释迦牟尼佛 就用脚把地一动 剁了一脚 整个梭博世界就变现什么 他自己受用的清净国土 给所有的人就看见了 说梭博世界在我眼中 全是清净国土 与极乐世界无二无别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这一念星呢 应用自如了 想转就转 想好就好 想坏就坏 想染就染 想尽就尽 为什么 因为彻底空调 彻底尽调 所以大家读这个 在无量寿经里面呀 有一段 非常华彩的乐章 就是讲完无量寿经以后 为了让这个愉快的大众 全部能够生起真实的信心 结果呢 释迦牟尼佛就当时问阿难说 你想不想见西方三圣 想不想见阿弥陀佛 阿难说愿见 愿见这个彼佛这个妙像庄严 原话不一定是这样 就大概这个意思 结果呢 释迦牟尼佛就直接把极乐世界 献给阿难和与会的大众来看 当时描绘的说 阿弥陀佛就像须弥山一样 整个这个光芒变照 它的光一出来以后 所有的光芒都没有了 就像那个形容像节水一样 弥漫世界 晃样浩瀚 就是整个清一色的 全是阿弥陀佛的光 大家想想 这就叫转静 它不但能 佛你看不但能把自己的静转了 而且给你听法中 你没这个能力 它可以加持你 静你转 从见梭博世界 直接就转的见西方圣经 见西方三圣 大家不要听以为 这么恢弘的场景 还没有离开什么 现前一念什么呀 星星 所以说到此处 大家能够有点理解 为什么题目叫做 马蹄无处 必残忍 好 歇得差不多了 再把神提起来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既然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 跟佛 难道说我们现在凡夫的心体 是很染很染污很脏 佛的心体是很干净 很这个智慧 那么难道我们是将来把我们的这个心给丢掉 把佛的那个心给拿来吗 超凡入圣是这么超的吗 转染成静是这么转的吗 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我们的这个现前一念的心性 跟佛的现前一念的心性是质量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少 不差 佛的一念心性跟我们的质量一模一样 它一点都不多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把这个心性给什么呀 用坏了 用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想去依着这一念心性去转 就要开始什么呢 依此一念心性 感应 道交了 怎么感应道交的呢 非常简单 大家来看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这就开始现在需要大家的心 又跟上来 随闻入关了 讲了两天了 现在都找不着一念心性在哪里 下面我们就开始先找着这一念心性 把它锁定 大家来看 最初 迷征起望 则一念望动 末后 反望归征 则一念相应 是则 起望之后归征之前 更有合法 能外此一念乎 听出来一个眉目了吗 我换句话表达一下 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谁 我是不是 每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说 我就是从1975年4月20出生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将来什么时候往生 假设吧 今年2018年 我40多了 再往 多算少算 算20年吧 说2038年 洪海法师 原济往生了 从我75年出生 到 刚才说多少年 38年往生 出生之后 往生之前 我们念念 有一念 离得开我吗 离得开没有 离开过没有 一直都活在我的幻想 我们 大家都是从各地方 最近的从定海 这个舟山 最远的从北京上海 来到葡萄山 不管你今天出去旅行 我们说从北京坐上飞机 飞到上海 从上海坐档飞机 飞到纽约 你从那到那 上飞机之后 落飞机之前 你有变过吗 还是我 所以大家想想 我们活在这个时空 时间的流淌中 活在这个空间的转移力 有没有离开过我呀 始终就是我的 现前一念的错觉 才以为时间在流淌 空间在转化 实际上 从来就是 现前一念行星 没变过 活就活的 这一念行 错以为是我 这个能理解吧 能理解我们再套这句话 你看 这个最出名望 就是我们常不是说 无量劫来 一念无明 对不对 轮回到六道中了 三界内了 那么将来我们 成佛了以后 彻底到了故乡风月了 再也不再 六道轮回中了 我们轮回之后 到成佛之前 离得开过这 现前一念 星体没有 彻头彻尾 就只有这 现前一念 所以大家看 是则 启望之后 彻真之前 更有合法 能外护 一念 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妄想 不知道这个世界 有多么的这个纵横交错 其实就是这一念行而已了 三千大千世纪 就这一念行 无边国土 就这一念行 我们一辈子以为 有个我就这一念行 我们生生世世轮回 以为我在轮回 还是这一念行 我们做凡夫 就是这一念行 我们将来成佛 也做阿弥陀佛 还是这一念行 所以首先我们要 生起决定的性行 这个玩意儿太简单了 永远出不了这个手掌心 我只要锁定这一念行 就可以了 你要把这个性情建立起来 不要以为说 那我无量节来 造了那么多的业 还是这一念行 就跟你不知道 给这个地方 堆了多少柴火 只要你一句阿弥陀佛 点着了 这火就把它烧得干干净净 一火就要烧光 这就叫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能消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 还是这一念行 大家知道吧 既然如此的话 好了 我们真的知道 这一念行 原来不过如此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来了解一下 当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意味着这个心的状态 进行怎样巨大的 超越和转化 大家来看 经以此念 到了第二段 念于西方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净土 这是我们现在发了信愿之心 开始 就用这个现前一念 把他什么也不干了 只来念什么呢 南无阿弥陀佛 带着信愿求生西方 大家注意 正当念时 西方一正 在我心中 而我此心 已在西方一正之内 如两镜交光 相互相寒互照 这句话 能听得懂吗 我们来做一个现场实验 大家现在把我们的心调动起来 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西方 你想我们现在一念心 招感的是现前的普蒙讲堂 当我们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 把头折射到西方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吧 西方一正就在我心中 就是我这个心 所开的花 所结的果 不是现前的境界 和缩破世界的情境 是什么呀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准确无误 跟金顶人描绘一样的情形 已经成就 就当我刚才 我们一念想西方的时候 这一念 我们生活的 就不是在缩破了 知道吗 就是在西方了 刚才那一念 但是我们现在又回到缩破 因为只有一念 可是大家要知道 就这一念 已经把刚才这一念 心体已经占满了 所以等于说 刚才我们已经 往生了一下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念佛的时候呢 西方一正就在这个 我的现前一念心体中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念佛的时候 我这个心就没有放在 缩破世界的这个国土了 放在什么呢 西方一正之内的 就是这个心 不管怎样 都是显现的 极乐世界 和阿弥陀佛 已经与我无关了 所以如果我们 真能够在念佛的时候 关照到说 就像两面镜子一样 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 对不对 极乐世界的这个场景 也是一面镜子 阿弥陀佛的心也是镜子 缩破世界也是镜子 那么我现在这边镜子 影的是梭婆世界 我不影梭婆世界了 我照着极乐世界 就等于说我们的心 在念佛了一样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这个镜子 已经影出来的 全部是什么呢 西方国土和阿弥陀佛 正当我的镜子 影出来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已经全部 就在我这一面镜子之中 出现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晓得 我们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已经就往生到西方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能够锁定这线前一念 这倒是这么回事 念念这么念 知道这个巨大的功德 有如此不可思议 念念如此念 天天如此念 净行受如此念 你说极乐世界将来 能不能成就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在大事至菩萨 原通章里面说到说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但是我们一般都 只能理解到说 我念佛念得好 我将来要往生 其实殊不知 正在我们现在啊 就是我们在 但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只要你万元放下 一念佛号提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念又一念 一念又一念 不断地念 每一念我们都在什么呢 都在见佛 每一念我们的心 全体就是佛 这就叫现前见 可是现前见 我们现在不知道 只不过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根生气界呀 它是在密随心转 但是我们肉眼反弹 还感知不到 我们能够见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到灵命中的时候 因缘成熟了 念的这个积攒够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阿弥陀佛 与足圣众 现在齐钱 异乡扑皮 天月迎空 瑞相满唐 大家说他往生了 可是大家想想 他往生真的是 在灵终的时候 才往生的吗 还是在 今天开始 我要发愿往生的时候 就已经往生 这就叫现前见佛 灵命中的时候 叫做当来见佛 你念佛的时候 就这一念 对不对 将来我们见佛的时候 还这一念星星 我们成佛的时候 还是这一念星星 我们度宗生的时候 还是这一念星星 没有离开这一念星星 大家想想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啊 让你去悟 就太难了 悟不到 你只要相信他 就可以了 物质最难 性质最异 我特别担心 我讲的你听不懂 能听得懂吗 能入境来吗 那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能够终生受用 就等于说 残盒子已经 大彻大悟 参学的事 已经尘埃落定 一切法 就在这个法 因为一切星 离不开这个星 就好像我们现在 误以为 刚才讲到 比如说我们 打个不吉利的比喻 就像我们生病 大家想想 我们生病是从 生病开始 生的病呢 还是直到病了以后 才生的病 还是到检查出来 才知道我有病 是什么时候有的病 一念病 在我们身体里面 生的时候 我就病了 我一念星 在念佛的时候 我就往生 就见佛 就成佛 知道吧 只不过我临终的时候 被阿弥陀佛接到西方 最后自己成佛 也成了阿弥陀佛了 到处去接应众生 也让他们往生西方 还是去成阿弥陀佛 这就等于说 直至检查出来 确定我病了的时候 才病了 可是其实 所有的功德 都起于 我生病的那一刹那 就这个意思 这就叫做 两镜交光 相含护照 那么如果说 能够这样理解的话 大家想想 为什么 阿弥陀佛 他敢在发愿的时候 说了一句说 要人念佛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连终头 我 假令不与大宗围绕 献起人前者 不取证据 说我要不跟 所有的西方 清净海中 去接他 献在他前 我就不成佛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阿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就告诉大家 若一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 与之诸圣众 现在齐钱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敢这么说 大家明白了没有 就因为 这一念星星 阿弥陀佛 就是利用这一念星体 他知道他有这个作用 他就顺着这个星体的作用 发了一个四十八大愿 借这愿力的作用 必然要 现在齐钱 所以他就打保票 一定会现在 齐钱 释迦牟尼佛 也是明白了 这一念的星星 他知道阿弥陀佛 对于这一念星星 已经用到极致了 有了这个方便了 所以他就拍着胸脱子 做担保人 说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现在齐钱 也是 不理这一念星星 佛都敢做这样的保障了 我们自己也要敢做这样的保障 为什么 一定能够往生 大家看下一段 来看 但此星星 乃生佛 平等共有 众生 每一个众生 和十方三世诸佛 是平等共有的 不偏属佛 亦不偏属众生 但是如果说 若以星属弥陀 则众生 乃弥陀心中之众生 若以星属众生 则弥陀 乃众生 心中之弥陀 以弥陀心中之众生 念众生 心中之弥陀 起众生 心中之弥陀 不应弥陀 若以星中之众生 有没有绕进去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要体验的 你看第一段 就是前几句话说 但此星星乃 生活 平等共有 我们现在现场也看一下 大家想 我们每个人 现在的这个 不要说用思想来形容 就用觉性吧 是不是平等 人间不是有一句话吗 跟你说句悄悄话 咱们把这事办 什么样呀 你知 我知 有没有 现在我讲法 我问一下大家 我说话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在说话 你也知道我在说话 我也听到 我说的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 你也听到 我说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 我问大家 知道我说话 你也知道我说话 这个知 是只有你的知 和我的知吗 还是大家一个知 怪得很 我说话 怎么传到你耳朵里去 我问大家 大家听得懂 听不懂 大家听得懂 你的听不懂 怎么传到我耳朵里来的 你想过这个事没 还是一念星体 马蹄无处必残活 这一念星体 就是我们交流的平台 你们知道吗 这一念星体 也是我们见佛性的机缘 但是我们每天 生活在其中不知道 每天在用它 还不知道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 它是这个样子的 要锁定离不开 而且在念佛的时候 相互是什么 感应道交的 那么我们就要确定 只要我念佛 不可能见不着佛 为什么 你看 这一念星体 我们跟佛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 这个时候 我们用这个星 来念什么呢 我心中的 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这一念星 对不对 那么就说明说 这一念我的星 其中还有 我心中的阿弥陀佛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一念星 站在阿弥陀佛的角度了 就跟说 这个知 立足于你们的角度的时候 你们在知道 我在讲话 这个知 立足于我的角度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在 听我讲话 这个星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心 念我们心中的阿弥陀佛 这个星属于阿弥陀佛的时候 纵神乃 弥陀心中的纵神 就是我们也是 阿弥陀佛心里面的我们 不管这个星在我们 还是在阿弥陀佛 我们和阿弥陀佛 都在一个心中 能明白吗 既然在这一个心中 为什么一个心中的我们 念一个心中的阿弥陀佛 那么一个心中的阿弥陀佛 就会来接一个心中的我们 这是打了保票 必定如此的事 绝不会错 这就叫做感应道交 为什么 因为还是依着这一念心体 还是依着这一念心体 所以为什么就是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不知道这么给大家 排云不语的讲了半天 心里有点数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再有最后一个 往往容易出身的疑惑 给大家摆平 什么呢 就是说 既然 都是这现前一念心性 那我们平常在佛法里面 不是讲到说 这一念心性是不生不灭的 听过吧 它是不来不去的 它是如如不动的 既然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好像天里迢迢的 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不是大动吗 这不是从这儿到那儿吗 这不是有此有彼吗 对吧 那么又说 这一念心性是不生不灭的 可是我们叫 梭普世界死 要极乐世界生 这不是有生有灭吗 这就是我们对于生灭法 只从道理上听 就有了矛盾对立 如果做一个现实中的实验 你就知道 生灭和不生不灭 完全是一回事 也是这 现前一念心体 好 我们下面就看彻物禅师 怎么给我们 把这个最难汇通的道理 给汇通清楚 这是最后一下子 我们来学一下 依此一念心体 论证不生不灭 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大家来看啊 彻物禅师是这样开始的 说往生西方是 怎么个道理呢 生则决定生 去则拾不去 两句做一句看 则势力圆融 所谓和则双眉也 若两句则两句看 则势力分张 所谓离之则两商也 这就是说这两句话呀 你不能把它掰开了看 因为我们有时候 执着了生则决定生 就受不了去则舍不去了 为什么 说我们明明往生到西方 从所不去到极乐了吗 你为什么说去则舍不去 那么如果执着了去则舍不去 就是当下就是极乐 我们自信就是弥陀 何苦那么远跑到西方 十万余佛陀之外 这两种见解 都是错误的 大家知道吧 真正的是这两种见解 要结合起来看 虽然有往生 可是呢 不是真的千里迢迢的生 而是一念星体中 横超的生 虽然有千里迢迢的去 但是实际上没有去 为什么 因为就在我们现前 你念什么 星体之中 所以这两句话就合在一起来 则双美 就是这个法就是圆融无碍的 如果你把它分开来看 就双伤 这个法 你就掰成两半 不是圆融无碍的 所以你看 就讲到说 若不合此两句做一句 便当言此两句做四句 为生则决定生 生而无生 去则实不去 不去 而去 这个法 妙不妙 你怎么理解说 生则决定生 又说无生 明明去了嘛 又说实不去 不去又说去 这可怎么办 首先给大家讲 这句话的起源 是有一个叫做 不是彻物禅师说的 是有一个叫做 天一怀禅师 他有一次就是 问自己萌下的弟子们说 说 如果说这个 舍了娑婆世界 去求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不是取舍的分别性吗 这不是众生的妄想吗 那么如果说没有净土 此处就是净土的话 可是佛说了 就在十万一国土之外 我就考考你们 怎么 汇通这两个法 他就问门下的弟子 结果呢 这些门下的弟子们 就答不上来 他自己在那做了半天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什么 生则决定生 去则实不去 大家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这句 生则决定生 去则实不去 能不能 居然有的人也在点头 真的能吗 还敢点 这是菩萨视线的 不管你懂不懂 我告诉大家 你尽管点头 为什么 因为 说时迟 那时快 这个法呀 根本没那么高妙 此时此刻 这个人世间 缩破世界就到处都是 我打一个比方 现在最流行的 你们抢过红包吗 微信转过账没有 转过没有 收过红包没有 好了 这个法就发明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现前一念星体 处处都在演这个 无上甚生法 都是往生法 但是我们就找不着 你看哈 我们在微信转账的时候 我的手机给你的手机转 对不对 你说我这点一下 一点发出去了 这叫做什么呀 不去而去 为什么 因为我的红包 这点一下发出去了 可是这个还在我手机呀 没有真的从我的手机 挪了一个什么东西 到你的手机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那碰子就出现了 然后你手一点 马上就收到你的账号里面 这叫做什么呀 无生而生 可是虽然无生而生 生到你那了 生是出现了 因为挣的我的钱 到了你账号上来 这叫做什么了 生则决定生 虽然我的钱到了你账号上来 可是问题是 我也没有点钱给你呀 你也没有点钱收我的呀 你说就这么 我一点你一点 就不知道怎么不可思议法 你就把我的钱收走了 这叫做 去则实不去 因为我没有给你 但是你真的收到了 你能把这个法给我讲清楚吗 能不能讲清楚 讲不清楚 就现前封明的一个转账 抢红包法 我们都讲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一切法都不可思议 一念星体不可思议 众生的性行不可思议 诸佛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 我们的业力不可思议 那怎么办呢 只有什么呢 相信他 一念决定性行 成就一切不思议法 你不要以为我 这个手机转账法 就不是由性行是性出来的 你不相信手机能有这个功能 它会出现这个作用吗 你不相信这个能转钱 你会点吗 他不相信能收钱 能够收吗 可是一切的好像 什么作用都没有的过程中 所有的作用都成了作用 这就叫做 生则决定生 去则是不去 虽然随远随的我们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可是 我们依然不变 就是这一念星体 这就叫做 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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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纵生 现前一念 星性为题 它就长这个样子 它就有这个作用 它就能让我们 达到这个目标 它最后就让我们 能够成就 所有的三藏十二步 都是为这一念星体 做做事的 这就叫 贤体 那好了 我们也知道 它叫这个名字 长这么个模样 那你光有 模样不行呀 你好看没用啊 好看你又不能吃 也不能用 你得争修实干呀 你光说不练 不行呀 那怎么办呢 第三个要开始了 我们要知道 它是有职业的 你虽然这个 现前一念星星 这么明白着 这么好 可是你如如不动的 不去用 它的作用 可不是白白给你显现的 知道吧 所以光知道 道理还不行 你还要知道 怎么干 这就是我们 第三个概念 本论以什么呢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生信愿 持佛名号 为宗 就这么干 所以大家要知道 真为生死 就是让我们 认清行事 面对现实 我们现在还在生死苦海中 虽然我们一念的心性 跟佛事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行为 还是纵身的行为 还是谭诚之的行为 那我们就在这个上面 要开始修行 发菩提心 就是我们要有立场 要摆正姿势 佛弟子是干什么的 不是 玩的 也不是让你 就这么晃晃悠悠 是要成佛的 才能叫佛弟子 才能叫学佛人 那么最有效 最快捷的方法 操作方法是什么 就是以生信愿 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彻务禅师语录 给我们带来的修行手段 明天开始就讲这个 刚宗法药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感恩诸位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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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